莫子 别乱说 江大人何等身份 总会娶我 白河脸红之后 仍当莫子迷正经 嗨 这话我不爱听 莫子拉白河坐下 他想娶你 与身份何干 他又是什么身份 你配不上 你没嫌弃他 脑袋大嘴不小 就不错了 白河嫩嫩道 我们是一家人 你自然帮助我 江大人 等等 这名字 嫩耳熟 求三娘来插言 莫子 先说说江涛是谁 你忘了 从洛州来尚多的路上经过路阵 那个开仓放梁的县官就是江涛 他调入上都来了 如今是五品官 在公布当主布 莫子吃菜 味道确实一绝 那个因为长得丑 所以没种上炭花的姜涛 求三娘想起来了 立刻皱眉 白河 别管他这官当得多大 如果皇上都嫌他长得寒碜 而不点他炭花 你也别嫁 做夫妻先得看着叔父顺眼 否则怎么过一辈子 红眉AO叫声奶奶 哎呦 奶奶 白河要嫁过去 就是五品官太太 这可是天大的福分 求三娘看看莫子 莫子朝白河那儿倾贴 对求三娘点点头 白河容貌出色 配那个大头狼 实在有点亏 要我说 明儿我就去回了她 免得她痴心妄想 当官有什么好 如今世道乱 半君如半虎 不知哪天就摘了官帽 还是找个本分老实人 肥水不流外人田 呃 层儿不错 对白河也照顾得很 哦 竟有此事 求三娘拍手笑 我就说 好夫君还得在外头找 如何 若是层儿 我倒觉得很好 她层家虽然是我娘的家谱 我是有心要放大郎二郎卖生气的 望秋楼有你二人打点 一个礼账 一个厨房 我最高兴 白河急的直摇头 一时不知从哪开始说 呼吸都乱 绿菊看在眼里 忙给她腹背 又递了杯茶过去 奶奶 层儿郎带白河似妹子 白河对她也无她心 白河终于顺了气 江大人笑貌虽说不上风流倜傥 但为人温和成帅 是一心为民的大好官 我干娘常说 不看男儿外表俊丑 只看他一颗心 江大人这等有才气 有骨气的男子 实在是我配不上 而不是他不配我 他转头又对墨子说 你明日自管去回 还是别说什么痴心妄想 这些伤人的话 我相信他要找比我出身好得多的官家小姐 都是轻而易举 墨子深深望着白河 你原来也重义他 白河一惊 脸在烧 我不曾想过 就是 就是看他这个人 我从不认为他不好看 跟我想的那些当官的人全然不同 同他说我以前的事 也不会露出一点青桥了的样子 总是彬彬有礼的 这大概才是君子 书都读进心里去了 绿菊听得神网 为白河着急 那么好的人 你还不赶紧嫁 我有自知之明 不知道他为何提亲 但我大字不识 更不能像他那样 做一手锦绣文章 只会一点做菜的手艺 我可以图他的身份嫁他 可是嫁了之后呢 也许有一年半载的好光景 待他淡了 再取那知书达理的人进来 我便只是厨娘了 还怪不得他 白河神情渐渐黯然 哪里是不曾想过 墨子听罢 心到 分明是想过 却抗拒了 大字不识怎么了 大家闺秀中 不识字的多了 女子无才便是得呀 墨子发现 这句话难得 也可以派点用场 江涛说 只要你愿意嫁他 前头有多难 他都会闯过去 显然对你极其用心 他连你当过丫头都不介意 难道还介意你不会写字 他是娶妻 不是找文对子 白河听墨子转述江涛的话 心中很是感动 算了算了 谁配得上 谁配不上 计较什么 白河既然不肯 墨子 你去回了便是 球三娘 球三娘似不耐烦 挥挥手 白河张张口 最后咬唇 说声去端菜 出屋去了 红梅绿菊 忙跟出去 哼 这俩人倒好 好人他们做 我俩当坏人 球三娘面前的酒中空了 不问一声 拿了墨子的 他酒量和自己一样好 墨子不去管 这下怎么办 难道真毁了不成 球三娘双颊熏粉 美艳芙蓉面 能让我见见这个江涛吗 便是白河答应 我可还有话 要事先跟江涛说清楚的 明日就能见 只要你方便 试探下来 白河的心思 已经十分清楚了 可以放胆促成 我今晚先在这儿 明日晚膳前回去就行 老夫人和我婆婆 虽然这几日顾不上我 我想 分家之前当乖媳妇 总比日后遭孕很好 球三娘自有打算 那我现在就让人投帖子去 网球楼都是自己人 就在那儿摆个午饭吧 墨子见球三娘硬了 也不耽搁 到一旁桌上 磨磨占笔 写了明日约见的纸尖 附上自己明帖 到外面叫了丁狗 送去江涛家 回到屋里 见球三娘趁着她发呆 怎么了 真不知你这女官疯的 究竟是福还是货 眼见第二中酒药干了 球三娘挪开酒杯 就是这样 看似冲动任性 其实心中自有分寸 福祸相依 墨子则是看着轻松 心里从来都不敢轻松 赏萧明柔的旨意也下来了 对萧家是天大的喜事 球三娘提醒过墨子之后 改八卦 封了明飞 原宿后进宫 墨子知道轮不到自己去同情 萧明柔 但还是叹口气 唉 她说是如何 前两天让宫里送回来 我去看过 面色还不错 就是人没了一点精神 好像接完纸 魂就飞了 我从前以为自己够可怜的 看了她才知道 自己够好的了 她不愿入宫 我想你应该知道 不然她干嘛这件当把子 球三娘和萧家姑娘们的关系 还是不错的 皇帝喜欢的人 逃也逃不掉 况且萧家人也不会让她自作主张 所以白河真是好命极了 两相比较 更觉名门小姐不好当 可不是 我婆婆大概也猜出来 这两日主妇人 一眼不能离 就怕她再想不开 不过 我看她不会寻死 就是心灰意冷了而已 球三娘看白河他们进来 便不再提 第二日 球三娘在望秋楼白酒 见了姜涛 莫子也一起去了 随行的红梅绿菊 乍瞧见大头小嘴的姜涛时 都促起眉心 可是 到后来 听着她答 球三娘的问 又有所改观 绿菊更是直到 白河命好 球三娘问 江大人无品官 为何看上 无财无事的白河 江涛答 我家境贫寒 父母早亡 自小看尽世间冷暖 所以 则温暖之人 共度一生 不求才是 白河姑娘 暖涛之肺腑 无以言表 错过 则再难遇 球三娘问 江大人 白河绝不为妾 你若娶她为正妻 将来不可取晓 这样 也可 江涛答 既然求亲 自然是妻 万万不敢委屈 白河姑娘 我是穷官 又有那么多差事要办 从未有过取晓之念 意气相濡以沫 白头偕老 足矣 球三娘问 江大人说穷 而白河也无甚积蓄 料人如何生活 江涛答 我这穷 是比不上达官显贵 朝廷有俸禄横产 家有老中仆达理 若白河姑娘愿意 我这就置物半田 必不愁温饱 吃过这顿饭 球三娘目送江涛离开 对墨子说 白河的确命好 我都羡慕 这婚事 我不能反对 而且 也不让白河反对 至于嫁妆 你外头比我熟 能不能帮着置办 鹿角像他那份之外 我给你五千两 挑上品的 也让人瞧轻了 直接给银票好 莫子不以为然 那江涛家里 也没什么人了 置办那些中看 不中用的 还不如用银子傍身 白河开铺子 也有了本钱 球三娘一想也是 嗯 随白河的意思吧 再跟白河一说 球三娘的三问 和江涛的三答 他感动的哭 哪里还有不答应的道理 江涛从莫子那儿得信 立刻秧了媒婆过来 把亲事说定 又选正月底的凉晨吉日 急风班买一个 江南阁调的宅子搬了 布置仔细 就等新娘子进门 绿菊干脆拿了架出王府 住在鹿角像 给白河绣嫁衣洗背 这边他抱怨 白河出嫁 跟球三娘那会儿一样 日子上赶着催 不知道能不能 在出嫁前绣完 那边怀孕的落娘 和手巧的陈娘 都来帮忙 三人神速 一套套就给绣了出来 而无忧和绣姐 送了头面首饰 顺带定下铺面一处 图个双喜临门 正月初十 这日 百官觐见皇帝 莫子让司政点名一同前往 洗漱穿衣 出了柳园 天色仍黑 马车上一盏灯 照不太亮的样子 很是清冷 但车里铺了棉绒厚垫 包了暖铜炉 点琉璃盏 宽敞明亮 五人已经是固定的出行队伍 暂尽丁狗驾车 阿好抱歉而听 阿月研究医书 莫子继续补眠 突然 暂尽的声音响起 莫哥 有尾报 丁狗的声音 却从车后传来 待在车里别动 咚 什么东西 打在车棚顶上 北风呼嚎 灯色漆迷 听到暂尽丁狗的话 阿好阿月已经坐了起来 半蹲着一手持剑 莫子则在听到车棚顶上 有声响时 问道 什么东西 暂尽探尽头 是火把 莫哥 千万别出来 对方人多 功夫不见得多高 但小心为上 想要一火烧车 还是烧人 莫子从腰间拔出小剑 暗扣在手 小姐放心 不劳你动手 阿好说吧 突然窜出车去 翻上车顶 丁狗翻开后车窗 对阿好的行为 表示不满 此事不尽身 如何护得主人周全 你把他叫下来 省得爱耍爱酒 好吧 虽然五人固定出游 但默契可能没有 这是他平时放羊吃草的关系 不知道林阵摩枪 来不来得及 别小看他 莫子维护女性同胞 一本正经又道 你顾好自己 丁狗眼翻上去 好像要给他白眼 想起师父的叮嘱 最终翻一半而平忘 这一个千万不要让他干什么事 否则没人当你替死鬼 你可别怪我 丁狗 你不是讲究无为的吗 有没有发现 最近你话不单独 还管得挺多 初见的目空一切 是修养出来的 其实本性如此 丁狗哼过 放下不连 莫子看看面无表情的阿月 这等阵仗 还不需要你俩给我舍命 小姐已经知道 是何阵仗了 跟着莫子也经历不少事了 一个泰山崩于前 而依旧能谈笑风生的女子 别人不见得不比她聪明 却无法像她那样能屈能伸 对于变故的适应力令人惊叹 不知什么环境下出来的 能这般游刃有余 做出拿火把烧车顶 这么不动脑子的事 而暂尽又说对方功夫不高 可能只是普通匪类 惹出火光 一定会把官兵招来 我们等一会儿就没事了 莫子说得很笃定 阿月看在眼里 实事求是的说 你把那柄小剑拿得太紧 可能会割伤自己 莫子让他看穿自己内心紧张 灵机一动解释 难得有这样握剑的机会 我试试手 是不是很有女侠风范 阿月不看他 从连缝中往外瞧 让人堵在巷子里了 周围都是平护人家 势必不敢多事 莫子刚想问有多少人 就听到一个男人声音 车上哪位大人 对方知道这是官车 莫子顿然迷眼 赞进没说话 丁狗开口 既然知道是官驾马车 还敢在此生事 丁狗家里虽然落魄 毕竟曾是兴旺过的 语气语调 比赞进这个山里的小子 懂得官生 就知道是官车 咱们才拦 那声音并不蛮横 反而听上去很理性 不过 我等劫财 专杰当官的 问清楚是哪位 我也能记得住 将来万一栽在你们手上 可以当个明白鬼 暂尽哈一声 哼 还有这样的道理 道义有道 若不是生活所迫 谁愿意干这掉脑袋的勾当 快快说来 说上大人姓谁名甚 若是清官 我自会让道 盗贼 还是义贼 大哥 这世上哪里还有清官 咱们别问那么多 自管抢了再说 头目懂道理 下面的人却各色混杂 丁狗朗声 这是皇上新封女官 送监察的马车 今日首次上朝面圣 车中只有文房四宝 并无财物 女大人 上朝吗 男子似乎已经听闻 不是去江南构思仇 墨子文言 心中一动 一定是见我们人多 故意搪塞 大哥 快动手 否则天就亮了 谁家没有老小 等着米粮下锅呢 那位手下人 很能煽动 反动情绪 车外一阵脚步骚动 头子又道 可否请女大人 出来一见 若真是上朝的车马 咱们就是误会了 莫子起身 阿月拦住他 摇摇头 自己攻身出去 谁要见我 阿月的速度太快 莫子只抓了一下 他的衣摆 却从手中滑走 门帘微长 浮在车板上 能看到外头的情景 马车前 约莫十来个人 用布蒙面 衣衫蓝绿 脚上烂鞋 手中的家伙 多是柴刀斧头 只有为首大汉 持一把大刀 却斑驳破损 刀刃如齿 现在你们相信了吧 阿月声音轻扬 快快让开的话 不计前嫌 否则 承报给都府守军 将你们捉拿判刑 头子说话算话 身子刚侧 却突听弟兄们中 有人说了句话 这不是那个女大人 竟然想骗子们 放他们过 车里一定有财物 头子蒙转身 蒙巾之上 眼睛投射寒光 我兄弟 说的可是真话 阿月没想到 让人认出他假扮莫子 一时哑然 他不说话 头子立刻就以为 自己弟兄说的没错 郑主怀揣银票藏在车中 于是低袍 哼 果然当官的都不是好东西 我代你已成 你却暗中算计 兄弟们 我上去 把那胆小如鼠的官拎出来 拨他个金光赤条 让大洲天子 瞧瞧他 治下之臣的无用 刹那 火光逼近 我下来的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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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下来的一天